謝謝 無論酸底苦辣 一怒哀樂 都是我的成長 今天介紹這位 事實上他是一位男主角 可是他是可以說是 不折不扣的一位女生 他經驗非常豐富 非常豐富 五歲就開始參與表演了 三歲就進到戲班子裡面生活了 他十三歲的時候 就跟著康樂隊全省巡迴演唱 所以二十歲就已經大放光芒 在整個戲裡面當中 演黃埔、少華這個連續劇 紅旗一時 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不角色 這個角色裡面 可以說大家對他豎起大拇指 都說好啊 所以有一個打油詩在心上 李佳游女被養成 如主評家血淚吞 靈光減露仁仁撐 那仁仁撐 一起來歡迎歌仔戲的天后 李如玲 你好 你好 真的是這樣 天大的民主 帶請到我們的天后 李如玲來上我們的節目 兩位好 還有觀眾朋友、小朋友 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一次掌聲 黃埔、少華 李如玲 李如玲 因為小時候環境真的非常不好 是 因為他連自己的父母親 都沒什麼印象 因為三歲就被賣到養母這邊來了 而且賣的價錢不是很高 好像六十塊 那個也 我姊姊講也不是說賣啦 因為我生父就很瘋 生到第三歲 還有女兒 感覺說 本人家家庭比較好嗎 然後到處到處送啊 然後每一次送了幾天就包回來 捨不得嘛 後來這個我阿嬤就說 他常常這樣反來覆去的 我們乾脆跟包一兩個包 把它帶下去 他就不會再反悔了 所以包了六十塊 還有一串餅乾 人家說四個月要收 收繞的 還有一套衣服 就六十塊跟一套衣服就定終身了 就這樣 因為那時候環境不是很好 可是他養母很愛賭 很愛賭 對 送給我養母之後 我生母就一直沒有要回來 就已經認定說這個孩子已經 就已經定了 就不能再要回來 可是在這個當中 我養母很愛賭 而且他都沒有生過孩子 比較沒有那種母親的那種親情 那麼當初我是送來是給我的姊姊當女兒的 可是我姊姊養我兩三歲的時候 然後我姊姊就結婚了 結婚那變成說在那個時候 四歲還是五歲的時候還沒有報戶口啊 蛤 這麼多歲還沒有報戶口啊 可是我都不知道 到底我是誰的女兒 我怎麼生出來的啊 怎麼辦呢 後來我養母想說 那這樣也不是辦法 姊姊都已經 老大都已經嫁出去了 那乾脆我就 阿嬤變阿母 把我報戶口變成我是她的兒子 可是跟戶口怎麼報 我養母現在九十幾歲 九十四歲 小孩才兩歲三歲 那怎麼報呢 可是他就有辦法 他就以前報戶口沒有現在的嚴格 那個里長 本來報戶口 里長說不行啊 九十幾歲報你們三三四歲那時候 可是里長有個兒子 他就想辦法給他錢 十塊 五塊而已 五塊而已 五塊錢給他拿 要得到 蓋一下 蓋你的手去寫 蓋幾歲 他說 現在五歲你就報十歲 如果是三歲你就給他報四歲 反正就是多報四歲就對了 我們也拍這段戲班的生活 李如玲的童年篇 童年篇 請看 李如玲的本名叫李立珠 大家都叫他阿嬤 小的時候因為家裡太窮 所以媽媽將他送給了別人當養女 而由於養母是歌仔戲團的團圓 所以李如玲從小就跟著戲班子一起生活 阿姨,我手手手 手手手,沒用睡覺 阿姨,你怎麼會這樣 手手手手,你睡覺嗎 我就是說你這個孩子 真的不敢,不敢 我怎麼在你拍 阿姨 蔡佑,你快跑了,我手手手手手手 手手手手,你後來要拿刀拿鹼 要上頭表演 你手如果沒有來是要怎麼表演 我告訴你,你又要欣賞欣賞 好,沒關係,手手手手手手,我告訴你 蔡佑,我告訴你 蔡佑,我告訴你 你腳買得好嗎 半噸,麵包拿著手 手人要有力,腳都要有力 現在手手手,用腳來 好,來,麵包拿來 來,半噸,半噸 空哦,空哦 腳空哦,皮皮穿那樣是要怎樣 阿伯,是要去唱球 阿伯,我告訴你 你沒有刺下來,刺下來 刃球沒開了,你沒 跳過兩隻就軟了,旋軟了 先到出 刺下來,刺下來 好 怎麼? 實力ப,我告訴你 你聽不到 你死去哪裡了 你又沒幫你打 要不要怎麼唱給別人表演 你聽不懂 我走 我走 假生假董 你是皓嵌 沒想到別人幫你打 我告訴你 我真的要打我給你聽 不要打我給你聽 阿蕾 說假的 阿蕾 你麥克風的笑話了 阿蕾 你有要緊嗎 什麼有要緊沒有要緊 是怎樣 你來上剛好 這個小子我沒有在調教 阿蕾是要照台人 這樣很小聲很小大 不要打開 說有幾個鯨鯨鯨 不要收棄 我現在才告訴你 我才告訴你 你不要收棄 手算腳算 我給他 給你麻煩 不好意思 好 你們整個火都一樣 來去 不要收棄 名字要鑽鯨鯨 阿蕾 你真心的 阿蕾 到底是怎樣 啊 剛才是有人告訴你 他在民主 我現在人家不在 你把你妝馬 你把你妝馬 阿蕾 阿蕾 你妝馬 你妝馬不要黏 阿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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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妝馬都站這樣 結成結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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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你妝馬不要黏規妖 阿蕾 你妝馬這樣 難口的 後來比較認識 要聽師傅的 知道嗎 好 吃一口吃飯了 好 阿嬤 阿嬤 到你吃這飯了 好 阿嬤 阿嬤 妳說什麼事了 阿嬤 這些兩天 手機很壞 阿嬤 拿阿嬤過來拿一下 阿嬤 我現在辛苦了 什麼錢都沒有了 連貨的錢都沒有了 阿嬤 阿嬤 都沒有收費 我連收費都沒有 收費 沒有啦 沒有啦 沒事啦 阿嬤 阿嬤 沒給妳收費是為了妳好 但妳知道 阿嬤 如果給妳收費 妳小孩 黑白 黑白開 都要吃湯 像阿嬤 最愛吃湯 就是湯要吃一吃 飯都吃不下去 這樣好 阿嬤是為了妳好 才不給妳收費的 阿嬤 阿嬤不要收費 這樣 別好了 對啦 別好了 我來啦 吃飯 炭燒啦 還要讓小孩休息一下 妳怎麼大概 我如果一來這裡魚片 就看到妳不是在洗洗澡 就在打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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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良心喔 大家也看到有啊 團主 對 我剛才他們兩個很好的 我跟他一起走 我自己也秀名名 你知道嗎 我以前的人不喜歡 我又走出去 知道說他要吃湯 還買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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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偷湯嗎 對 剛才出來了 整個湯 還買湯 還買湯 不錯 這樣 不要靠 吃湯 先吃飯 吃飽料 吃飽料 還吃湯 對啦 來 效果 倒進來吃飯 好 不用刺激 來 洗洗洗來吃飯 來… 來… 吃飯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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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我這個時候要給你吃 好 來… 阿姨 夾子阿姨 打算都會吃 阿姨的果實太棒了 嗯 阿姨 你也是很疼的 是吊口 他要這樣 對待會兒 這樣 這樣 好疼的 你吃了 好疼的 好疼的 我幫我夾棒 你夾棒喔 你夾棒喔 夾棒喔 夾棒喔 好疼喔 好疼喔 各位 各位啊 今天喔 我們雖然大家在外面公園 但是喔 團主啊 有各位準備燒水 在那裡 好 大家到那邊洗手機 來 洗手機 有燒水喔 今天喔 來… 來… 洗手機 來… 來… 快喔 趕快喔 趕快喔 等一下 好疼的 你還要再人去洗手機 好疼 蛤 四十幾 你真不聽話 好疼 好疼 好好吃 阿姨 謝謝你 阿姨就謝謝你 我還知道你好吃 怎麼不好吃 我告訴你 那是因為很多人我才叫你吃 你只是給我吃 我吃那個最大顆 那顆不是阿姨自己要吃的 你怎麼知道我跟他講 我才知道我跟他講 阿姨 我跟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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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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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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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不去洗手機 好 來…大家快睡一會 快睡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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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沒事了 快睡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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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睡一會 快睡一會 好疼 來… 來… 快睡一會 好疼 怎麼樣 你的腳 你怎麼還沒去洗手機 還是…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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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說過 你這禮拜 如果是說不去洗手機 後來你的腳是要記住 我知道要記住 你有沒有看有錢 你沒有 你祖母沒有錢 我還怕讓他記住 所以才不知道沒去看 你自己看 你現在要記住 好 快睡一會 來 起路而已 好… 阿姨 好… 哎呀 哎呀… 好,阿姨 是怎樣啦 補充醫啊 哎唷 撒基盤的名字 你這樣黏著天會累啊你 團主啊 但你不知道這個女孩 有夠無量心的啦 說要整個背這樣好 你不然我這樣這樣繃繃繃繃 這樣讓她自己繃繃繃得好 你先繃繃繃 娘 娘 沒關係啦 沒關係 我說明天才過世了 你別給我管啦 那是孩子在繃繃要繃繃的 我又要怎麼啦 對啊 阿賴啊 你說話是怎樣 我就對了啦 我又沒有背頭髮 沒有背頭髮髮 說得這麼可能 當中我幫你求學給你孤獨 不要再去邊睡 去邊不教就對了 去邊睡 這樣… 去邊… 這樣… 好男人 快點… 你現在看著你收起啦 好啦… 部長也好了啦… 大家睡著喔 休息… 你怎麼會這樣翻來翻去啊 阿賴的腳就吵 我睡不著啦 你是在說什麼 阿賴的腳就吵 我的腳是在挖繃啊 你四十幾 我又是挖繃 阿賴的腳是挖繃 我又挖繃 好啊 乘毛絲把你搖什麼 你握住這樣 別再怕啦 我都在老闆 你這樣 整個年大家讓你做 就看你們表演就好了 大家都不要睡了啦 你都不懂 你在看浪心大家聽著看 辛辛酷酷的 他老闆人送給我 我這樣刺了 我這樣做 對人就對人 病對人 這樣四個在帆山 連這樣 今天這樣 浪心把它刺 這樣跟他媽媽說 你看到我們這小孩 這隻隻頭髮頭 他們在吃什麼事情 我剛才不太會教,我不要教你 我告訴你,這孩子怎麼可以說自己的老母 你學歸歸歸歸看 說自己的老母怎麼,你不好嗎 這...不好 不要生氣,尊散啦 尊散,這樣就能尊散,我告訴你 今天不跟他跪,不失落 你們做嘛,最近都沒辦法過,大家都不要睡 我跪下去 好啦,快跪下去 快跪了啦 快跪啦 你快跪啊 我不要跪啦 我沒說什麼不對的事 你給我吃看看,你看 你真的有本號 你老母把你摸歸歸歸,你不跪 你不跪啦,跪你都不用睡 你衝三個月 這樣啦 跪啦 跪啦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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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去睡 好嗎 你快睡 不敢睡,阿伯怎麼九九 你做的這麼簡單嗎 不要客氣 不要客氣 阿伯阿似啊 我怎麼要不 小姐,送我給你吃好不好 好 乖乖 阿姨, 四年沒菜, 還有飯, 這裡還有鹽 這樣啊, 這樣就有味, 很好吃, 阿姨又可以吃 阿姨, 你發脆了 阿姨, 沒關係啦, 沒聽, 阿姨吃飯了, 給你吃, 好乖 阿姨, 阿姨, 聊到那樣, 你要拍一遍啊 阿姨, 跳到那樣, 你要拍一遍啊 阿姨, 跳到那樣, 你要拍一遍啊 阿姨, 跳到那樣, 你要拍一遍啊 阿姨, 我不要跪著就寫我啦 阿姨 李如玲從小就是在如此艱苦的環境生活著 每天只知道要為了有飯吃而努力的工作 也就是因為這樣 養成了她日後獨立、強悍的幸福 阿姨的確很堅強說, 我今天來絕對不哭 可是常常畫面中, 只有她自己可以感受當時的畫面 因為小時候真的很苦, 這個不是吹牛啦 她那個養母太愛賭錢啦 可是小時候生活真的很苦 我們李如玲小姐, 小時候為了吃一個滷蛋啊 還去吊鋼絲 為了觀眾的這個 開心 她說把我全身都用那個 像現在那個上誕節的小燈泡 把所有的身上都把它捆起來 然後用一個小小的一個腳踏車 用鋼絲全部都是把它綁死的 然後我五歲的時候在上面 然後掉上來 一個舞台上面就看到一個小孩子的一個人影 跟一個腳踏車 那我腳要去動 踩 那個輪一動才會有那樣的效果嘛 然後全場的燈就關掉了 然後就踩踩 可是我踩了我腳很痠啊 但是下面的人就一直在鼓這樣 哇 以前的人好像不知道什麼叫鋼絲啦 他說那個孩子怎麼會飛 怎麼會飛 E.T 瘋瘋 都會不會就一直講一直講 講到最後我腳痠啦 有幾次我都不願意 後來小時候很窮 因為就是我喜歡吃乳蛋 可是窮沒有辦法買乳蛋啦 那那個我養母就告訴老闆說 她很喜歡吃乳蛋 那就拿一塊 加一支豬把那個滷兩吐 然後把它放這樣 然後我在空中上看到那個滷蛋 說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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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顆滷兩秒你吃 那我就踩踩踩踩 踩到最後腳痠我就不踩 她就想乳蛋站在那邊 我心裡想想說 現在有時候在吃便當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現在人便當都不吃 乳蛋都不吃 雞肉也不吃 以前 就為了一顆乳蛋 那個五歲大 在發育的時候 在空中上可能 踩了差不多有二十分鐘 半個小時 然後我就 我就下來 下來滿身大 身上也都是鋼絲 那個乳蛋就塞在嘴巴吃 連在哭啊然後身上都是 滿身傷啊 就是這樣的累積下來 然後第二天那個票價馬上賬價 本來是五塊 就賬了兩塊半 就七塊半 那每一次那個 就取個外號叫 飛天神童 小莉莉出來了 那全戲院都大爆嘛 都要看那個飛天神童 我現在是不知道我以前是什麼 可是我姊姊拿照片給我看的時候 那我回想說 我以前要吃個乳蛋那麼困難 現在的人都不吃乳蛋 還有剛剛那個畫面那個 他腳臭的那個樣子 他是為了賭國摔斷腳 那我就勸他說你要去看醫生 他就不要 就猛打 後來我很不平衡 那個長輩的說你要跪下來 媽媽我不好 我心裡想我都沒有不好 你怎麼叫我不好 所以在那段時間 我的心裡是覺得說 我和我的生母 為什麼要把我送給養母 打得這麼苦 可是每次想想 我生母是真的有困難 那也沒有辦法 就是一路這樣走過來 跟姊姊一路這樣走過來 那個時候我現在我已經不怪他 可是我也身為人母 我把他體會過來是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生過孩子 尤其是他們好像日本時代那 那個時候好像打人就比較兇的 都沒有怪你什麼 這個親情不親情都不管 要怎樣就怎樣 不過來我們來看看他二姐是 說說當時的這個 二姐來談一談 大遊團也很可能 他都沒有賺錢 小遊團開始早賺錢 一天賺他五個 我都... 如果好聽怎麼可以賣一萬 如果拿回來就要出去 就沒錢 他就說吃不敗 他說阿姊沒有我 我不同意了 我吃不敗 我沒關係 不然我來去 買一塊做頭肉 五個而已 還要問我五個陰性 我就來炒 炒菜 我就拿去飯店 如果要吃飯 我就躺出來 他都不敢吃 頭頭吃 他媽媽 陰性都敗三天 我也不敢吃 所以我留給他敗 還有一次 我走過來 頭巾 我先大小巾 做一塊油漬來煮 煮煮我就這樣 欠不欠我吃 我在吃海盆什麼飯 然後媳婦說 阿姊 你不要手 我叫一口 我想把摔到臉色 也許大家在 各位小朋友在現場看 你們這輩子幾乎沒有辦法 體驗這樣子的心境 像我小時候 也許我的環境也不錯 但是我看到 真的很多鄰居 都是這樣子 那瓜哥更有感而發 更何況說 我們理解他當事人 今天 他就在這樣子困境到現在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夠珍惜現在裡面 這一份福氣 在家裡 要好好孝順爸爸媽媽 像我們以後 小孩都知道了 小孩吃飯要用球的 用罐的 在以前 生活比較苦的時候 小孩子都會比較 比較不用 阿伯阿嬤在叫 吃飯了 其實 我姊姊她沒有上過鏡頭 第二天她打電話給我說 人家要訪問的時候 因為她剛講的那兩段 我都已經忘記了 那個差不多在我十一歲的時候 為了要吃那個陰性 現在人家豬肉不要吃 他要五塊他的豬肉 還胖滑滑 這樣 把他放在肩膀裡 我忘記了 腳前進去的時候 跟我說 我兩個都已經靠一拳 我問你怎麼還記得 他說記得 他說麻油酒 我們說在小小的年紀 竟然董事說 姐姐我不要吃肉 你那個麻油酒的湯 給我叫一下就好 我姐姐跟我講的時候 我說 我在這麼小 從五歲到十歲這段時間 我都已經被逼得成熟 被逼得要扛這個家庭的責任 一直扛扛扛到現在 我常常在留言內說 這個事實上為什麼這麼不公平 我們小時候沒有辦法好好的唸書 要邊演戲邊唸書 然後要想盡辦法 三餐不寄也沒有衣服穿 有時候過年 要買一件衣服 我姐姐說我們衣服買大一點 因為買這樣子 養母也可以穿 大姐也可以穿 我的也可以穿 我那個時候才八歲 要買一個七十幾歲的衣服 給我當大衣穿 每年過年才可以吃一塊雞肉 還要在那邊等在那邊吻 因為 我實在是很憋不住 因為今天我是希望說 把我的故事講出來給大家聽 今天能夠珍惜這個父母的好 珍惜現在的 現在你們所擁有的 我們以前真的是苦得太苦 講到以前演歌仔戲人 比一般的人更苦 李生沒有人要 可是演戲的時候 老師也打 媽媽也打 我們談西班解散以後的事情好了 因為實在是蠻苦的 西班解散之後呢 你們母女都靠什麼為生呢 其實我養母她有家 她住在桃園 可是她也是蠻逞強的 我們從小都住在西班 現在西班解散 我們就不要回去再投靠他們 而且又帶了兩個孩子 所以就給那個 賣藥團 賣藥 所以康樂隊 我們都說賣藥團 借了五千塊 那五千塊可以買到什麼房子嗎 就去台中那個 審議會霧峰那邊 人家介紹 買了一個是在種蘑菇 種蘑菇 種蘑菇 可是沒有房子住都沒有辦法 就是把它買下來 然後買下來的時候 沒有廁所 沒有棉被 三個母女進去的時候 拿了一個背袋 還有一個皮箱 就坐在地上 因為一個空屋子 什麼都沒有 那晚上我們睡哪裡 就去拿幾個稻草 然後把草席撲一撲在那邊睡 然後慢慢的 我們就去還站 去演戲 那我養母到那個時候 就慢慢想說 兩個女孩 真正離開我們的身邊 我每個月不管說計五百三百 她都省下來 我們第二趟回去 就有 就多一張床 第二趟就有椅子 然後就 我每次回去都要批財 贏 煮飯 可是這個最重要的事情是 有的吃 你沒有廁所 那就帶著我們 就是每吃飽都要去借個廁所 那借個廁所 她又很愛面子 人家都說 這魚板 做魚啊做魚啊 都沒有整隻 都沒有教養 我們都給他 就極限了 那我養母就很沉在面子 她說 我們來去買一個那種 塞湯來放 我們不要用笑 後來 她也慢慢想辦法 我們就回去 就是用那個湯來用 可是沒有洗澡的地方啊 每一次回去她都有改進 就叫她把家裡點 點到有門啊 有皮啊 有面場啊 那那個時候 我養母深深體會到說 你們去賺錢 我不能再賭博了 我不能夠再跟處平台會賭博 我要把以前那個戲班的壞習慣都收掉 改掉 把我們姊妹寄回來的錢都存起來 慢慢把這個家整理得很好 讓我們回去有一個窩可以住 我們有拍一段少女篇 少女的時候 楊母也改過的啊 從此她改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看這一段 在李如玲十三四歲的時候 由於歌仔戲班解散 李如玲全家頓時陷入了無家可歸的窘境 於是 她便轉至康樂隊唱野台戲 並向老闆借了五千塊 賣了一間破爛的小房間 她這三個天啊 不知道做什麼 每天幫她簽家 不在演戲了 妳知道我們團的本來本身人都不夠 她現在又不在演戲 她這團現在才表演了 她是怎麼這樣啊 她人家在哪裡了 我怎麼不知道這個事情 怎麼會這樣啊 她每天都早上就出去 晚上一晚才回來呢 妳怎麼會不知道她在哪裡了 妳是母親 她是妳祖父親 妳是妳祖父親 我拜託 我對妳家的朋友 拜託 我現在團的 現在在講話 她三天都把她簽家不在演出 我就是 她是在閉三棒你知道嗎 是的 好嗎 如果回來的時候 我隨便跟她說 到底是怎樣 拜託她到三天了 妳就回來你跟她說一下 說明天才叫她一定要來演出 好啦好啦我一定跟媽媽 不要把她閉這坑 我叫她今天一定要去 是的 拜託跟她說一下 好好好 謝謝妳 抱歉 是的 這個草原到底是在做什麼 但剛早就出門才還不回來 沒去通路堂 到底是在閉這裡 阿婆我回來了 好累 喔 好累 腳很痠的 嗯 她回來 好累 腳很痠的 妳是早就去玩到這麼累嗎 是 我沒早去玩 妳沒早去玩 剛才妳看過的老闆又來了 她說妳穿到三天了 都沒去 她到底是在創仗 她剛才我好想去 妳知道嗎 她這個女孩不想看 人對我們這麼好 就我們五千塊買這間家 妳怎麼對台人 妳女兒子如果不去 她要把妳騎頭路 妳還沒想看 我們欺負人這麼多 妳怎麼行 她有時候要住在什麼地方 沒錯 阿婆以前不要再去你 她說我有跟妳說過 我會改 我不會再補 不然妳到底要我怎麼 阿婆啊 妳聽我說 我真的沒走去那裡 這三天 阿婆啊 我是去廟會 跟她去拆雞 但好好的空路對妳不去 妳拆雞是要幹什麼 阿婆啊 妳就知道說 在空路對賺的錢 那是要賭小 我想說 阿婆啊 任我雞彈 但妳賺的錢是要幹什麼 妳是有什麼地方 要用這麼多錢 妳說啊 阿婆啊 我是去跟阿婆 我一陣子不去拆雞 阿婆啊 我跟阿婆回來 妳有教她嗎 我是去跟阿婆 我一陣子不去拆雞 阿婆妳在說 她很想要捆雞糕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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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相信我 我沒走去拆雞 我沒走去鐵桌 我沒做壞事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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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問一下 阿婆 這個妳駆人宇宙是否住在這個地方 我是 阿婆 阿婆 沒有 沒事 沒問題 妳說的事 我去模樣 好 來 范東太太謝謝 不會不會 謝謝 請我向阿婆 不好意思 妳駆人宇宙 妳自己住在這個地方 對 麵森也沒有了 鴨也沒有了 麵皮還倒白 一口倒白 好,你這樣生活這麼困惑 請問,你是... 不好意思,我准夥介紹一下,我叫丹聰明 丹聰明 我知道,我知道 你到電視台那個瓜魚班的團主,團長 對,對,我聽到我的 我知道,你很有名 你是有什麼事情 是這樣啦,我們電視公司最近有一群新魚要打 裡面,蓋一個小聲 我之前,我來外台魚 看到你演過小聲 你歌曲真好唱 謝謝 你打扮起來,那個板頭也很有 謝謝 我是覺得,我們電視台打魚 收入比較穩定 不知道你有這個興趣嗎 有,我很有興趣 我...我很認真 我很有表情 這樣嗎 你放心 你有願意說,我們這些外台 要轉來我們電視公司打歌 有 有 好,你記得如果有興趣 我後來,我會派一個小弟 在電視公司外面管你 好,謝謝... 謝謝團長,謝謝你 謝謝... 我先來走 謝謝... 等一下 你不是歌魚這麼牛唱 現在我要去,你要講什麼 歌牌 紅山CADDY 不用啦 菜市場 歪氣 后来李如玲决定到电视台发展 知名度变渐渐的打响 生活状况也因此慢慢的改善 之后李如玲更因演出歌材戏 《龙凤再生园》中 黄埔少华一角而红遍了东南亚 苦到现在才有点干出来 苦淨干来了 突然有点甜的味道出来了 其实那个时候 陈聪明派人找我的时候 我的名字还是一样叫小莉莉 是陈聪明觉得我的名字 在电视好像太熟了 所以这个李如玲是以陈聪明导演取的 今天真的谢谢我们李如玲 那位最后亲戚 我们来 我地上都是卫生纸 是 那边有 下雪了 刚才有说到外向 我最终没努力 前几段都哭到这样我就很感动 因为我前面已经哭了好几天了 我想说今天要控制一下 绝对不留下雪 好难控制 你就知道我们做这段真的很用心 来 为我们年轻朋友 在你人生过程 大家一直以为看到这个日本连续劇阿信 其实台湾比阿信苦的人太多了 来 我们台湾的阿信 好 来 吃个 阿蕾啊 说两句了 我现在还是强调说 所有的观众朋友小朋友们 要珍惜有父母的好 因为小时候我就是没有父母爱 所以送给别人 才会让姚母这样的虐待我 即使说生母再穷的话 我们好好跟着她 然后生母也会让我们念书 现在有爸爸妈妈在身边的时候 我们要多关怀她 因为以后我们还是会老 那么现在有书读的话 要好好的用功 好好的念 谢谢 李如你自己 来 谢谢